歡迎收看 帶來花一隻電影變形 金剛四在中國大陸上映不到十二天 票房就超過了十四億人民幣 而且還刷新的中國大陸影史上面的賣座冠軍 因為為了吸引大陸觀眾 片商在裡面 直入很多中國元素 到底是這個部科幻片的特效特別好看 劇情好看 還是中國元素吸引人 今天我們預演觀點就要輕鬆一點 帶大家一起來了解 中國元素橫騷好萊塢 大陸人常說 沒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 電影變形金剛四裡面有三分之一 都是中國元素 這是他在大陸賣座的關鍵嗎 語言 應該是 就是說變形金剛四 在十二天的時間之內也成為大陸影史的賣座冠軍 而且根據估算 等到他最後下篇時候 應該這個票房 可以高達二十億元人民幣 除了就是說 變形金剛在大陸 本身就有一群他的死忠的觀眾 而且第四集 因為我是從第一集看到第四集的 我也是挺喜歡柯博文的 他第四集就是說 他那個變形金剛更炫 那個科幻的後製的3D這個效果之外 然後第四集 有史以來說是海洋屋 靠向了這個中國電影市場 他大量的中國元素 這個包含演員 還有廣告這個置入 可以讓我們平添了很多的笑點 其實是吸引很多大陸觀眾去看 雖然看出來之後 批皮聲不斷罵翻天 說是有史以來最負面的廣告之路 但是他就是這麼火 所以換句話說 這個大陸觀眾看變形金剛 是倒不是看上他裡面的科幻效果 而是因為他的中國元素吸引了 他也有就是我講的 他這一集的那個金剛 紀金剛真的很炫 但是中國元素 真的是非常吸引他們的 讓他們總要想想看說 中國的演員 能夠在好萊塢大片露臉 那到底是不是像打醬油式的露臉 或者是說一下子就沒有了 但至少這次這個李冰冰雙冰之一的話 他裡面大陸觀眾 還給他很精確的算 全部前後到尾出了三十分鐘 出現三十分鐘 這是不得了的 以前從沒有過的 然後再說那些我講的廣告 你想得到的 吃的喝的用的 連銀行卡這個廣告 連這個香港五星旗紫金旗 這個都可以出現的話 所以讓大陸觀眾覺得 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我記得影片中 還有一個喝奶的 那個是舒嬅奶 我們不要幫那個 我們不要幫他打廣告 就叫那個舒嬅奶 那個牌子不要講 他在第三集就出現 而且特別還給他的鏡頭 喝好酒 第四集是這個舒嬅奶 更不像話 那個配角之一 被壞的機器人追到 那個頂樓好不容易坐下來 你們可以想像嗎 大熱天下頂樓旁邊有個冰箱 他一拉開那個破冰箱 就拿出那個舒嬅奶 還真的喝半天 旁邊還要一掃一下 另外有個大陸某牌的啤酒 然後再繼續被那個狂派的金剛去追殺 所以大陸的網友就很可愛 他就說來來來 喝口舒嬅奶壓壓驚 對沒有錯 真的是笑死人了 那個大陸網友有算過 他說在一百六十六分鐘的這個片場裡面 能夠引發笑點的 其實就完全來自於他的置入的部分 沒有錯 置入部分 雖然就是說連大陸網友 就是大陸的他們這些金剛 你看完之後 怎麼形容說 這個麥可貝 而且他這一次變成金剛事 他有中方的核資在裡面的 看完以後都在罵說 這個置入廣告 說簡直是看這個廣告的連播 已經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了 但是不可否認 連我 因為我跑大陸知道那些的品牌 我看了 尤其三個鐘頭 我看那些金剛打 真的挺累腰痠背痛 一看那製作廣告 連網友笑得樂不可知 可是臺灣觀眾 好像看不出來那個笑點 對比較看不出來那個笑點 可是重點就是說 他是要大陸的市場 果然達到了 在那個尤其他線 要深入他的二三線的城市 在新南城市上映 第一天晚上 就兩千萬人民幣的票房破紀錄 你看看 那他裡面的臺詞 有的也是跟中國有關 沒有錯 真的是強烈的置入 我們來打這個比方來講的話 尤其是就是說 不是最後打到香港去了 稀里哗啦的 這個港府 香港的警察 竟然跟這個北京 中共國防部長來打電話求救 結果呢 他的那個國防部長在哪裡 不是在他的國防部 是在我們不要講 就在鳥床方面 很有名的一家七星級的 一條龍四的那個飯店 爬 爬 香港部長接到電話去講了 放心 中央政府絕對會支持你們的 這一點倒是 包括我在臺灣點員 你看下面就哈哈一陣 這個大笑 結果後來大陸網友就酸 說結果搞了半天 最後呢 怎麼在香港沒有看見 檢方軍呢 還是這個美靠的 美國人把這些狂派的 變形機缸給打跑的 你看除了這個意識形態 政治的置入之外 還有商業的置入更多 大陸的另外一個形容 叫做多到令人髮指 對 也許觀眾朋友 您看戲的時候忘了 我們幫大家來回顧一下 看看他到底 這些笑點來源 多麼的有戲 在變形金剛 第四集當中 南佩角研究員 來到了中國大陸之後 飄入視線的 某白酒廣告牌 以及氣喘 續續爬上天台逃命的時刻 從冰箱裡拿出這一包 某品牌牛奶 雷死了 有點 然後還有那個儀保礦泉水 喔 對了 對了 還有李彬彬在車子裡 用極其優美的姿勢 緩緩地喝下的 這一口礦泉水 相較於第二集的 一個中國大陸品牌置入 第三集的四個 中國大陸品牌置入 這一次變形金剛 第四集的 中國大陸品牌置入 就高達了十來個 其中被認為是最誇張的 莫過於冰箱上的 某鴨肉乳味品牌 這樣一閃而過 還來不及看清楚的鏡頭 被網友調侃是 給的錢 沒有白酒和牛奶的多 而引起最多爭議的 莫過於某銀行卡的置入 影片當中 男主角正在操作 飛行跟蹤器時 突然間 一張某行的銀行卡 就跳進了視線裡面 這一幕讓不少人 感到很跳戲 不懂為何在 美國荒漠的逃亡過程當中 還能夠找到一張 中國大陸的銀行卡 變形金剛第四集 票房開出了紅盤 廣告置入那麼的多 也成為了最大的話題 中國演員 中國產品 還有中國廣告 其實還有中國外景 最近重慶五榮 要告這個片商 為什麼啊 語言 就是說因為你看 這個變形金剛四 它整個的拍片預算 只有2.1億美金 那是不可能 為什麼可能賣可被達到 就是因為 全部是廣告知入行銷 那最大的是 美國通用公司 9000萬美元的汽車 可是那個通用公司 你看它為了這個變形金剛 裡面特別設計一個小車子 今年四月在大陸到現在 已經賣了7000輛 美國到明年才上市 然後就是講了說 那個你剛一邊講的例子 因為它的變形金剛 它事先還經過廣告海選 就是說有意思來 來置物的我們 還經過這個海選 我們剛剛看那個 周黑鴨有沒有 那個叫周黑鴨 我們把它講出來 他們今天有些提議說 希望變形金剛 能夠去啃鴨脖子 結果那個製片方部 答應說不行啊 老外不吃鴨脖子的 變形金剛是喝雞油的 他們吃鴨脖子啊 我覺得還有重機工業的大陸說 希望要求他們願意花大錢 幹什麼 把他們的重機工業 變成變形金剛都不行 那你講這個 就是那個重慶的這個舞龍 他們是很有名 也是世界的聯合國的文 文教這個自然遺產 人家花了100萬美元 就是說這算很精確 3分20秒 就是要置入最後 因為他其實場景是 他到香港去打 香港旁邊是山嘛 他去舞龍拍 然後舞龍的要求 就是你最後要打出那個卡 叫中國舞龍 結果人家花了這個錢 去學校吧 中國舞龍學校 不是 就是中國舞龍 就是那個景區 結果最後竟然 那個後面真的是中國舞龍 就那個柯博文去找那個 最第一代的變形金剛 去暴龍 沒有打出那個字幕 中國舞龍當然不幹 他們就講說 他們為了配合他 花了100萬美元 然後呢 停了好幾天 不讓遊客進 已經損失了幾萬 這個遊客 損失了好多錢了 就一些年 這個都沒有打 而且更離譜的是 在之前的宣傳片中 出現了這個舞龍對不對 前面打的這樣是那個 張家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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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舞龍不幹啊 就提出來要抗議 可是我覺得這個製片方 掉以輕心 竟然意思是說 就解釋說 為什麼沒有呢 因為說人家舞龍方面 這個最後一個款 為款 也為款 延期付了 使他們後製單位來不及 而且就是說 因為西方的後製單位製作人 那些工作人員 他們不懂中文 這根本是老實講 我也覺得是在給他硬拗嘛 所以舞龍火了 現在真正具體 提出告訴了 這個資源方又退一步說 那我們在之後發行的 CD代子裡面 我們保證中國舞龍 可是因為我們之前講 他說把他搞成天安門 舞龍說不幹 你現在跟我開記者會 發表聲明 然後呢 才能夠一定要再保證 後來的代子要再弄上去 所以現在這個官司怎麼打 我覺得應該是 最後還是會和平落幕嘛 對不對 畢竟中國元素 很重要啊 在大陸很賣 沒有錯 就是好萊塢非常看重 大陸一個非常關鍵的所在 當然現在這個 中國大陸 已經變成了好萊塢的新歡 所以取悅討好 在所不惜 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來跟大家講講 為什麼大陸明星 甘願當好萊塢的吉祥物 大陸海萊塢是中國電影人的夢想 但是長久以來東方連孔很難被接受 現在情況有一點點不一樣 是因為中國電影人的實力 還是因為大陸的市場預言 應該是大陸這個市場可以這麼講 其實我想說好萊塢 不只是我想華人 全世界的電影工作者都想 即便是說有這個什麼柏林的 柏林的 柏林營展 還有威尼斯各個營展 但是奧斯卡金像獎 那個就是被所有電影人的 小金人的夢想 所以呢像華人的這個演員 也都想打入 包括我們台灣 香港或者是那個大陸的 可是真的我覺得很艱辛很困難 我覺得西方人 長期以來對這個我們東方的演員 他老是有個固定的格在那個地方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 你看現在所謂能夠打進好萊塢的 成龍也好 李連傑也好 沒有 還有他們當地發展的劉玉玲 大概演的電影都是那種打載型的電影 公夫 沿自於他們對那個李小龍的那種想像 那你說張子儀好了 其實張子儀他在好萊塢也沒什麼多少片子 就一個記憶的那個日本記憶記錄有沒有 然後巩俐雖然在歐洲很紅 可是也不是因為他的代表作品 那這幾年因為就是說好萊塢重視中國電影市場 所謂的所謂的中國元素 其實就是這個膚淺他們講的叫做錢 知道說在只要這個在他們的大片裡面 加入有東方著名聯孔的話 他說就會賺錢 所以這幾年以來所謂的那一方面大陸這些大腕演員 他們在亞洲已經夠知名 就是我說的誰都想能夠站到世界電影的舞台 奧斯卡 所以有機會也想去 可是真的就是說到現在為止的經歷 我自己都覺得其實他們挺難過的 我舉這個例子周迅 大腕對不對 前年在大陸上也是個大片叫雲圖 湯姆漢科技演的 結果這個雲圖老實講賣作也不好 那周迅在裡面也一個人演三個角色 哇大陸那個宣傳什麼什麼 就三個角色呢其中兩個角色出現 起碼就死掉了 另外一個呢一晃誰都看不到他 這個比打醬油還慘 然後我們再講另一位大腕演員 那個雙兵之一的范冰冰有沒有 他在鋼鐵人3還有王學儀 他們都有加入 結果范冰冰的鋼鐵人3的戲份 除了亞洲就是說 而且是在大陸以外的 包括我在台灣看 我根本看不到范冰冰 聽說只有個被子 對那只有在大陸給他一個正面的 也是就沒了 然後呢 剛剛在大陸以外的X戰警的 昔日未來 他總算他也變種人 演個叫閃爍的 總算五分鐘 從頭從頭到尾五分鐘 一句台詞就沒了 所以那這次這個李冰冰 算是真的 李冰冰在一個生化電影裡面 已經以打女出現 那這次雖然我覺得說 他的那個裝扮 為什麼西方人對於東方的演員的 要不然就是那種打宅女 然後弄很濃裝的 但是畢竟李冰冰這次打了半個鐘頭 而且麥可貝有說 我看他是不是真的 他說如果這個票房已經達到了 大陸已經14億了對不對 他說他下一部的變形金剛舞 他要用李冰冰當主角 那這樣子的這個情況就是說 讓大陸觀眾其實看了也覺得蠻失望 原來就希望說真正能看見華人的演員能夠發光發熱 結果感覺就是打醬油 而且這一次的那個變形金剛4裡面 其實原本好像是四個還幾個華人演員 這個還有 那四位華人演員還經過海選的 結果習仲淤是咱們台灣的 林伯宏 林伯宏 西風25秒被刪掉了 另外一個呢 就是呢 從頭到尾就黑黑你 其他兩聲你冷笑就沒了 還有個只看他的背影 還有個演警察 結果是模糊的 那另外還有韓庚 大陸很著名的歌手對不對 變形金剛的中文歌曲是他唱的 那個更慘 在最後香港 他就演一個這個彈的吉他的坐在他車上 一句台詞 就被那個壞的那個太空船在西上去 啪嗒就摔死了 還有我講的香港影帝李良偉 竟然在變形金剛4裡面 在菜市場演一個路人甲 然後李冰冰要跟他買他的重型機車逃命 兩句話 我一看我在電影就說 這不是李良偉嗎 所以真的你說因為所謂的中國元素 他們要的是華人演員的面孔 我的感覺就是說他們就是為了在中國大陸知道會吸引人去看 所以大陸的評論他就說的挺好 他說與其去扮演一個打醬油的角色 還不如不要參演比較不會讓人神傷 我們去聽聽看他們當事人究竟怎麼樣來看待這件事 其實變形金剛這樣一個喜在中國也好 那也是全世界也好 有著非常非常廣泛和這個 廣大的變形金剛迷 然後呢也是一個在全世界範圍非常受歡迎的電影 那麼這樣的一個電影 他現在這麼關注中國市場 想千方設百氣的去尋找 跟中國可以搭邊的因素 比如說選了我們的演員 現在我到那裡又聽說選了韓庚 那麼有這麼多新生代 特別像韓庚這樣的新生代的電影 加入這樣的電影 我都覺得是個好事 其實好萊塢呢 是一個特別的封閉的一個環境 就是說 而且美國的電影市場 是一個特別封閉的一個電影市場 他們美國人基本上不看國外的影片 不看帶字幕的影片 他們很懶 他們不願意看帶字幕 所以現在有美國電影能夠去使用的 使用中國演員 這已經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證明他們想進入中國市場 但他並沒有做好準備 他開放他的市場 給我們去分享 他們是想通過使用中國演員 去分享我們的市場 能進好萊塢演戲 對中國演員來說是好事 那不知道好萊塢的片商 到底是怎麼想的 其實剛才那個大陸導演陸川說的很對 好萊塢他為了大陸的電影市場 所以要用一些 而且我們講就是那個 吉祥物很有名的演員 來大陸市場 但是我個人認為 他們並不是真心的要接受 就是說在他的好萊塢電影市場 讓華人演員能夠打進去 剛剛我們看見那個李冰冰接受訪問 因為他畢竟在這個變形金剛 真是難得 我講難得 是配角而且細蠻多 他還講那個話 已經不是打醬油的角色 對 然後像范冰冰 因為大陸觀眾在看完他演X戰警之後 就都很替他惋惜了 從頭到尾五分鐘一句台詞 結果就訪問他 那我想范冰冰他大概一方面 他總不能說我怎麼怎麼怎麼咋你 對不對 他還強調說這是一個很好的經驗 要跟這個好萊塢來那個多學習 他個人覺得是很好的 然後就像這個 這一次變形金剛的合作的方 叫做那個1905電影網 還有大陸最大的中國電影製片公司 他們就強調說為什麼會跟變形金剛 因為他們真的是那個後製技術沒有話講 學到好萊塢的技術 電影方面這方面 但是有可能嗎 不可能啦 人家那個後製各方面拍攝 都是回去以後再做 人家會把這些跟你講嗎 所以我也是有發現說 大陸電影是想學 像去年他們的賣座片之一的 就今年過年演的叫做西游 西游記的孫悟空大鬧天空有沒有 天公那一次都是用了3D的 那真的是就是在特效各方面 我覺得是粗糙一點 可是就是像麗娟講 好萊塢對這個東方演員 我覺得他們並不是 如果站在西方的電影市場的話 北美我們講說北美電影市場的話 他絕對不會想到說 我要用東方的演員 因為他知道他的電影市場沒有注意 可是他知道在東方亞洲的話 其實變形金剛像在韓國就賣座是一般 可是就是我們講的中國大陸電影市場 到現在已經是全世界第二位置於美國 到了2020年 他就要成為第一的電影市場了 這麼大的 而且他現在全大陸就是那個3D的那個放映廳 已經有一萬五千左右了 一萬八 一萬八對不對 所以他要這個東西 他知道說雖然大陸網友看過會失望會罵 可是他就把這個所謂的中國演員的元素放進去 你看這次麥可貝在大陸的電影 變形金剛四的宣傳真絕了 李冰冰是配角 但是出場呢 一定是他 第一個出具 他就是好啦你要從另外一方面來看 畢竟他開始重視這個市場了嘛 可是有時候我也覺得有點酸酸的 相信之下 他們現在任何就是說要來這個一線的大片 要來大陸遠都去大陸宣傳 都不到我們台灣來 台灣市場太小了 我們的電影市場也很好的 他們說這個醬油角色可以圖個國際臉熟也不錯吧 就他們用醬油角色 我們剛一起講打醬油打醬油 這個要院姐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叫打醬油角色 大陸現在流行這個詞在各行各業 意思就是說 你根本有沒有你這個角色 你會出現無足輕重 反正就是真的在那邊閃了一邊 但是可以像這個你的 你要是出版社也好 你的歌迷影迷什麼都交代 演藝圈說你看我有眼 就是說無足輕重 這叫打醬油 這是路過 對但是因為這個那個名聲很響 你還看是他搞不清楚 先進去看了再講 看出來打醬油罵兩聲 可是如果作為他的 是他的影迷歌迷什麼電視迷的話 他還是會進去看有沒有 哪怕醬油只有三分鐘 我也看了下覺得很高興 我覺得這個是因為現在的這個娛樂產業 還有電影電影市場 完全是被美國好萊塢所把持 因為他們是世界最大嘛 一旦中國變成最大之後 那麼很可能這個所謂主角 就換人當說不定到時候就是華人天下 很難說 是啊 現在其實中國政府知道 他們這幾年來一直就想 讓中國電影打進這個好萊塢 所以為什麼大力扶植張藝謀 他拍的這個滿層近代黃金甲 還有那個石面埋伏英雄 解放軍去支援 但是我覺得中國官方他們 他們老是認為說這種大場面的好萊塢 就喜歡不一定 可是現在還是在自知不倦的努力 張藝謀已經透露 他最新跟好萊塢合作大片 叫做有一部叫做科幻 你也叫長城 我不曉得長城怎麼科幻 我們等這個中國的電影市場 真的變成全球最大之後 到時候主角就換人當了 休息一下 我們回來再繼續聊 大陸的電影市場飆速在成長 今年的票房預估會超過四十二億美金 大約是一千兩百六十億的台幣 預計到二零二零年會傲視全球 所以好萊塢是想方設法在討好 這中國的觀眾 我們的網友就問了 那麼台灣演員進軍好萊塢 台灣觀眾為什麼沒有特別買單 預言姐 我覺得就是說可以拿這個兩岸的 這個電影愛好者的觀眾來比較 我個人是覺得說台灣的觀眾 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 比較 當然有的人會根據這個電影的主角 配角的角色來選電影 但是大部分的台灣觀眾 是按照他分成別類有沒有 我喜歡劇情看哪方面我去看 所以他不會我們不會特別講說 我們什麼演員 是不是要進軍好萊塢 就要在他後面幫他搖起吶喊 而是我純粹在那個電影市場的角度 那大陸方面的話 可能是不是出於他們所謂的民族愛國意識 覺得對於說自己的演員能夠進軍好萊塢 是個非常自豪的事情 可是再加上之前 媒體有時候會過度渲染 就會造成說大陸觀眾那邊 心裡有很高的價值的期待 就像這個范冰冰 王學儀 結果發現後來出來不是這麼回事 但是同樣有個共同點我發現 就是說我們兩地的觀眾朋友們 我們就以最簡單的 台灣之光李安 雖然他是華人導演 他畢竟是在台灣出身的 當他拿到了奧斯卡的最佳的這個影片 還有最佳的那個導演外片時候 臥虎常常到現在經典之作 我們兩岸的同聲都為他覺得 這是一個好的導演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們真的要 不管我們也好大陸也好 尤其現在其實最近這幾年 兩岸三地合作拍片 非常興盛 我個人覺得這點是對的 會把三方面的優勢結合起來有沒有 然後呢 如果能夠聯合進軍好萊塢 但是就像我講 我覺得經濟也很重要 當你拿到這個劇本 你發現 特別你說是個范冰冰的經濟人 這些人知道好了 你覺得根本是打仗我的角色的話呢 不要接吧 因為所謂的中國元素 我們就來講 其實真正這個 好才我開始重視 而且做得好的 發揚淋漓盡致 我覺得是2008年的工夫熊貓 那個雖然是個卡通 可是史批博有沒有 他中國元素融合我們的外在的 跟內在的精神這個內涵 有沒有工夫熊貓 他把這個中國的山水化的意境 還有那個虎啊蛇啊 那個他們的各種那個全融合在裡面 然後還有禪義 跟這個佛教的這個理論 因此工夫熊貓我們講 他沒有大腕演員 他就是很慢 其實我也是覺得說 不要太迷信 包括大陸事實上也是所謂的 真正的我們講的吉祥物的角色 你真正從事那個電影藝術的工作 朝著那個電影藝術的 它有各個多元方式發展的話呢 應該才是觀眾 他應該理解認同的地方 面對大陸越來越大的市場 好萊塢的電影進到大陸 它會有所謂加重中國元素 但是它同樣的 它都可以剪不同版本嘛 在面對全球的時候呢 它未必就會把中國元素 放在最重要 這個變形金剛是個特例 因為它真的是錢 所謂的錢這樣子賺出來 誰都要賺錢嘛 對 所以我們知道 大陸的市場越來越大 用中國元素來爭取大陸觀眾 無可厚非 可是也要合情合理 對 否則就會被當成笑話看 變成另外一種疑惹 今天非常謝謝玉燕姐 謝謝 謝謝 謝謝你們的收看 明天進去大野花枝 NXT 未能於就birds悶承喚 有職位有關的 全國民間 상태 雷城 臣